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台长帮我从内到外脱胎换骨 我经常在想如果没认识台长 我的人生将会怎么样 我的那个很多的事情都我都没有求 然后都有实现 然后我的那个原来有肝囊总在一个月以内 然后他就自然的就没有了 然后原来的圣洁石也消失了 然后我越修行我越觉得菩萨的慈悲 然后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 非常的惭愧 不要惭愧好好地修 听得懂吗 谢谢鲁团长 然后我今天是有一个问题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我是不是 因为我是觉得其实 有很多地方做的不够好 不要谦虚的直接把问题讲出来 抓紧时间 想问一下我是不是会有孩子 那我哪一些地方还做的不够 需要提高我应该怎么做 感谢鲁团长 你几几年呢 75年的兔 你老公属什么 也是63年的兔 两个都是兔是吧 对 好了问题出在你这里 是你生不出 明白吗 那台长我应该 你放生至少要放4000条鱼 感谢鲁团长 而且小房子一共要念780张 谢谢台长 好吗 谢谢 我告诉你啊 你家风水稍微要调整一下的 你家走进去的地方太暗了 那可以经常放一盏灯吗 当然了 谢谢台长 这么节约干嘛 现在节能灯又不贵的 明白了吗 明白 你们家走进去那个走道很暗 对的对的 就是没进那个大门的时间 对 谢谢台长 谢谢 谢谢